记者彭婉新台北报道,美国在台协会前理事主席补瑞哲新接受广播媒体专访时表示,总统蔡英文上任以来,一直以低调谨慎的态度处理两岸关系,但因为中共拒绝承认民进党政府的法理存在,导致两岸陷入当前僵局的局面。 补瑞哲并说,除非蔡英文已清楚,不含糊的方式承认纠二共识,否则蔡喜会不可能发声。 补瑞哲今接受媒体专访,针对川金会后的亚洲局势以及两岸关系提出看法。 补瑞哲认为,相较前几任总统,蔡英文在两岸政策上采取低调谨慎的态度,此做法也赢得美国官员的肯定, 并因此批评中国对台湾不必要的负面打压。 补瑞哲也说外界认为两岸陷入僵局是因为蔡英文不承认纠二共识,但从她观点来看,蔡已经回答了九二共识的问题,只是以模糊的方式处理。 不过因为中共基本上拒绝承认民进党政府法理的存在,因此除非蔡英文已清楚,不含糊的方式承认纠二共识。 否则蔡喜会不可能发生。 补瑞哲并提到,习近平在十九大上的谈话,已经不再提到要既往于台湾人民,此举可能意味着台湾民意不再是中共对台政策的出发点。 也有部分中国学者认为,中共应该用自身力量达成统一,而非极有岛内保守势力的帮助。 他判断,中共未来还是会坚持一国两制,和平统一的方式对台,并持续对台施加压力。 直到台湾社会选出一个比蔡英文,马英九更顺从的领导者为止,不顺者提醒,若中国不再依赖台湾内部保守势力达到统一目标,而是直接跟台湾人民对接,台湾因思考如何面对。 此外,美国作为台湾重要的国防、经济伙伴,若台湾希望能深化与美国的经贸关系,应思考在经贸上是否该有所让步,以力强化自身能量。